最独讨在 子欠钱偷雷劳母 鸡排摊炸弹广播放送说 遭雷打死 5月10号晚上高雄升到去街头 这家鸡排摊前开来了一部广告宣传车 大声播放着这家鸡排欠钱不还 如果打雷会被雷公打死 宣传车上还贴着鸡排摊拇指照片 写着欠钱不还的字样 格外引人侧目 本首分别在5月1号 5月4号 5月10号都接到报案 表示说该只有人去骚扰 故人的儿子因为赌债的话 欠下这个债权人的赌债 因为他儿子都没有回家 所以他就找他妈妈 欠人差钱的其实不是鸡排摊老板娘 而是他的许姓儿子 许男4月19日下注千六盒彩 五天输了18万元 庄家要求先付一半 但许男未复招停权 事后又必不见面 28岁在主城南找不到许男 于是从4月25开始 多次跑到许男妈妈开了上鸡排摊讨载 扬言又不顾钱 就让鸡排摊无法经营下去 土耳北有前往丢鸡蛋 另外他也有用宣传车 另外也有自己本身就是很正常的去告诉他 请他儿子出来出面这样子 儿子赛主不在上门骚扰及羞辱 搞得许母生意快要做不下去 心全毅临崩溃 让原本脚套药物层入睡了他 欺负无法入眠 只好求助警方并提告 这个妇人他分别在这三次里面都有到手来报案 告这个讨债人 就是债权人 分别告他妨碍自由的延迟恐恶 还有妨碍免疫公然无辱这样子 受理以后移送 提报团学S8岁在主城南倒案 并跟他进行道德宣说 表现人有头再有主 或不及亲人 他对寻我作为不但要钱不成 还得吃上官司 可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陈南5月11号虽然已将 停在鸡排滩前的广告宣传车开奏 但还是被依法送办 债权人的话你要寻正常的法律管道来讨债 而且你要找到当事人 而不是找其他人来要债 那你假如有一些暴力讨债的话 我们这些是依法收证依法员班 绝不宽待 东西新闻高雄报道